要说一个人夜行在街道上毫无畏惧 肯定是假的 尤其周围都是紧闭的旧石木质房门 偶尔露出一点光亮都变得非常奢侈 夜中的龙门村有一股说不出的诡谨气息 空气中始终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仿佛混合了腐烂水果和某种中药菜 白日里还有善的村子只剩下微弱的灯光 而每一扇窗户上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贴有符纸的印记 让人感觉森然诡弃 李洛曰凭借着手电的灯光前行 白天没有发觉晚上倒是看得真切 几乎每一间房子的房檐处 都被雕出了镇宅辟邪的皮修兽 昂头张口身负双翅 难怪总觉得被人盯着浑身不舒坦 朦朦胧隆 他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 是幻觉吧 他擦了擦手心的汗 换成左手握着手电 左右寻找可疑之处 身后传来 好似人喉咙被掐住发出的呼吸声 让人不寒而栗 他迅速转身 只来得及护住脸 就被迎面而来的气息喷满全身 然而并没有被重物击中的痛楚 鼻子闻了闻 这气味有点熟悉 李洛约小心翼翼地放下双臂 辨认眼前提灯笼的人 原来是小虎 哑小孩小虎提了一盏白纸灯笼 也不说话 在黑漆漆的大街上像是阎王的小鬼 小虎小脸紧张地绷着 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指了指李洛约 然后塞给他一大叠黄纸 上面还有用朱砂描过的符文 难怪气味那么熟悉 那些粉灰原来是和尚们 用来埋在土里辟邪的东西 在空无一人的巷道 阴气森森的黑夜里 唯一给予李洛约支持的 却是一个说不出话的孩子 他想 我不过是你们的房客而已 让我这么感动干嘛 谁叫你来的 快回去 李洛约做事要用脚踢他 小虎跑得飞快 插曲过后 他加快了前行的步伐 从街头到街尾 大概两百米 李洛约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唯一的发现是 太安静 极盏相隔甚远的老实路灯 彼此远望 灯光昏暗 时段时序 让人心中隐隐有一种悲凉 没有人影 没有老鼠 稀稀索索的生意 没有蛙轿 没有虫鸣 连扑火的飞蛾都是 稀稀落落 仿佛迷失了方向 就像走入了 只有一个人的地下涌道 越是安静 李洛约越是警惕 越是不安 总觉得如同大坝 决堤之前 到了那一点 就要发生点什么 走到街尾处 他终于在一块石头后面 有了新线索 用手电扫过 看出是一只半死不死的狸猫 他还在轻微地抖动 身上布满寻马蕃一般的红点 本来可爱的小动物 变得非常刺眼 不只是狸猫 往前走 又看到甲虫的残骸 同样布满红点的老鼠 小蛇 本能告诉李洛约 应该停不回去 身体机能 在不停地减弱 他的步子幅度 但是他做不到 他脑子里 是龙门阵人那种 带着劝解 敬畏 狂热的脸 他们仪式一般堵在旅舍 不让李洛约离开 最后浮现出 和尚们麻木的面孔 嘴里念念有词 让他回头试按 罗宾还在和痛苦搏斗着 李洛约 你并不是一个人战斗 沿着昆虫和动物的尸体 李洛约走到了一个小山丘 这里泥土柔软 果树遍布 有的地方 他得侧身才能过去 他在一个小土堆处 听到奇怪的声音 然后看到两个黑影掠过 他们刮过树枝 发出哗啦啦啦的声响 他蹲下来 秉析关掉手电 昂起头 黑影就像两个 以前以后两个武士对攻 你来我往 不停的交锋 闪避 变换位置 快得不可思议 他借着月光 努力想看清他们的样子 但他们像是抖动的影子 看不清楚 李洛约实在没忍住 抬起电筒的手 光线发出的一瞬间 两个影子变成无数古风 朝着光源处涌来 李洛约拼命往来路逃去 他踩着石头和泥土 努力朝着龙门街市的方向跑 耳后是尖锐的哗啦啦啦的声音 越靠越近 震得心脏难受 耳朵嗡嗡作响 但奇怪的是 追杀者始终没有抓到他的后背 他们好像只想将外人驱赶出去 亦或者没有兴趣触碰身体 又跑了几步 压下心中的巨翼 李洛约强迫自己单脚刹车 咬牙回头 再度扬起手电 原来是这样 他站在他们面前 凝视 他们俩仍没有扑到外来人身上 而再次相互残杀成了一团 实在让人费解 李洛约想到了提灯笼的小虎 那小鬼 真是一个给人带来幸运的使者 他没有立刻回去 找到了一座比较高的山头 翻上去 本来这才是主要的计划 没想到意外看到了前面的厮杀 不过这样一来 就证实了一些猜想 他需要做的最后事情 是将龙门镇的荒诞事还原 在那高高的山岗 李洛约终于找到了网络信号 李猫 帮我一个忙 哪怕再晚 只要李洛约求助 李猫都不会放任不管 李猫快速简洁地 给他详尽的龙门村的背景情况 又一次地帮了大王 化工厂里 以生产氢氧化钙为主 化学药品泄露后 当地果树产量减少 随着破局兴奋而来 鼻子里感觉到了 有温热的液体积射出来 这也是李洛约奇怪的生理现象 一旦在推理上有了突破 血液就会如触动机关一样 冲破鼻子里的毛细血管 血流不止 他用纸巾堵住鼻孔 双手把头发向后一抹 原来如此